欢迎收看右手波弦练习的下集 在上一集里我们介绍了右手大拇指 也就是P指的练习操作方法 那么这节课我们要来练习IMA3指 同时要对什么是波弦这个动作的细节 再进行深入的挖掘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轻松的 做一点手指运动 有三个招式 麻烦各位跟我一起做 第一招舌形雕手 像这样子 请各位动一下 你会感觉到你的大关节在充分的运动 第二招九阴白骨爪 来跟我动一下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的小关节在充分的运动 第三招 招柴猫拳 把手轻松的举起来 点点头 然后做个握拳的动作 你会感觉到你的大关节跟中关节都在参与这个运动 好 这三个动作 你记住了吗 波弦 什么是波弦 你如何去定义和解释这个动作 有一位吉他音乐家叫普霍尔 他是近代吉他音乐之父 泰雷家的学生 他在自己撰写的教材当中 为波弦这个动作给出 如下的定义 他说波弦就是让琴弦从静止状态变为振动状态的动作 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 但是你再仔细一想 让琴弦从静止状态变为振动状态的动作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去思考 为了放大这个细节 我准备拿出我的工具 我平时上课会随身携带一个工具盒 然后在解释这个波弦动作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很好的工具来说明这个细节 什么工具呢 就是牙签 这个有点大 我换一个 比较合适的应该是这个尺寸 刚刚好 好 我现在把镜头拉近 来跟各位解释这个波弦动作的细节 好 我们现在借助牙签这个工具 对波弦动作进行细节的放大和说明 波弦其实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分为三个过程 分别是触弦 崩弦跟放弦 好 这三个点我们分别来说明 所谓的触弦就是我们的手指肯定要先接触到琴弦 崩弦就是我们用手指给琴弦施压 让琴弦的张力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就像你射箭的时候你把弓拉满 储存一个能量 好 能量储存完之后第三个过程放弦 把弦放掉就像你把弦射出去一样 然后琴弦就会从静止状态变成振动状态 那么这三个过程分别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触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手指指尖用什么地方去触弦 最好的位置是 如果你有指甲的话 在指肉和指甲之间交界的地方 这是我们合理的一个触弦点 如果太前面撞在指甲上的话会有杂音 如果太后面的话 那么肉用运用太多阻力会比较大 所以要先找到最合适的指尖的触弦点 第二个 崩弦 崩弦要注意什么呢 是我们给琴弦施压的角度 是什么样的角度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一节课认识吉他的课程当中提到过 琴弦给面板施压是一个由上往下的这么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对琴弦施压的时候 最好也是一个朝下的一个角度 而不是跟面板平行的一个角度 然后第三个放弦要注意什么呢 放弦之后 我们的手指他必须放松 然后如何归位 如何回到原来触弦的这个动作 循环往复 所以放弦之后 手应该是放松的 然后回来 好 分别是这三个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动作 我现在在琴弦上面操作 对拨弦动作进行示范 先解释一下 一开始带大家做的三种手指运动操 和拨弦动作之间有什么关联 第一种波弦动作叫做靠弦 我们的手指从触弦 绷弦到放弦之后 你的手指会放在下一根琴弦上 这样的动作 它的运动核心在大关节上 所以就像我们做蛇形雕首一样 运动核心在大关节 第二种波弦动作叫做不靠弦 也叫勾弦 这个动作的运动核心 还是在大关节 但是中间这个关节会参与进来 这个动作就像招财猫拳一样 指尖往掌心运动 往掌心方向运动 然后你的大关节会把琴弦往下崩 在你离开琴弦的时候 你的中关节会参与进来 所以你的手不会碰到下一根琴弦 最不好的动作就是第三种 很多小朋友在刚开始练习波弦的时候 因为手过于紧张 它就会变成九音白骨爪 说不好听就是鸡爪 它会变成这样 它会用拉的把琴弦往上拉 所以我们可以听出来这样的声音不是很有穿透力 那刚开始练习波弦动作的时候 我建议我们先用不靠弦练习 因为如果你使用靠弦的话 我们手指的角度会变得比较平 整个手型会略为向后撤 这样来练习靠弦 我认为不太合适 所以我建议一开始练习波弦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不靠弦的方法来进行练习 我们现在准备进行 IMA三指的独立波弦练习 在开始练习之前 我们先把IMA三个指的指尖并拢 指尖乘一条水平线 不要有一前一后的现象 在一条水平线上 然后把你的手指放在琴弦上 A指放在第一弦 M指放在第二弦 I指放在第三弦 大拇指轻轻地靠在第六弦上 然后我把吉他侧过来 各位可以从这一面 看到我的手的动作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触弦点 用指尖的哪一个位置去接触琴弦 然后开始进行单指的波弦练习 先从食指开始 当食指在发力波弦的时候 其他手不要跟着紧张 不要跟着用力 只是放着 然后换一个手指 然后再换A指 任何一个手指的运动 不会牵连到其他手指 接下来注意什么呢 再注意指尖的感觉 我们平常会比较强调是用哪一个关节作为运动核心 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其实是我们指尖的触感 指尖是唯一跟琴弦接触的地方 我们整个手只有指尖是跟琴弦接触的 所以琴弦是如何经过我们的手指 需要靠我们的指尖去感受 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是一个合适的角度 如果角度不对 你可能会被琴弦勾住 角度太斜 你会打滑 你会抓不住这个琴弦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手指放在琴弦上 会有跟琴弦之间咬合的一种感觉 然后在手指经过琴弦的时候 会有点像猫爪 轻轻地刮过这个琴弦的感觉 给琴弦施压 最后释放这个琴弦的张力 你可以从这个声音反馈当中 去感受什么样的角度 是最合理的 然后把这个声音跟指尖的触感 指尖的联系 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忆 每一个手指分别去练习 好 透过这个练习 我们去寻找波弦的一个手感 如何发出具有穿透力的声音 同时带有优美的色彩和光泽 除了良好的波弦动作和习惯之外 可能跟指甲还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修整指甲的课程 我们留到后面的课程再进行详细的解说 那建议大家在一开始练习波弦动作时 先不要过于追求音量 先试着去寻找合适的波弦角度 手腕也不要过于紧绷 每个手指的动作 它是独立的 不会互相牵连的 试着去体会指尖 咬弦 咬住琴弦和经过琴弦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对琴弦施压 你的音量自然会慢慢上来 好 后面有关于具体的练习内容 有需要练习用的乐谱的朋友 欢迎跟我联系 或者添加全音的微信工作号 然后下一节课 我们将会教大家 关于左手的一些运动原则 欢迎您继续关注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练习 高音弦的空弦练习 在练习时 我们可以将P纸放在第六弦上 让整个右手稳定 但是P纸不要用力 它只是放着 好的 我们用I纸来拨第三弦 第三弦的音是So 用M纸拨第二弦 第二弦的音是C 用A纸拨第一弦 第一弦的音是Me 好 我们准备开始练习第一条 同样建议各位打开节拍器 选另一个适合自己的速度 然后跟着节拍器进行练习 第一条练习准备开始 我会重复一次 一二三四 第一条练习 第一条练习是分解的 一二三四 第三条练习 第二条练习 第二条练习 第三条练习 会用到P纸 这是三拍子的练习 我们数三拍进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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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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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感谢观看